11月下旬多伦多,这是月季玫瑰,今天要做千叉,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批千叉了 作为一名月季玫瑰的新手,好奇心极强,就想看看在不同时间千叉结果是什么样的 如果有温室,现在千叉,它很快就能生根,然后能继续在温室里成长 那些专门做苗圃的,不分季节我估计,或者是主要是分秋季春季千叉 查了一下,好像往往都是在秋季做嫁接,当然现在可能有点晚了,深秋了 秋季做嫁接,现在这个时间做千叉,它应该是在明年春天才生根 但是为什么现在要做呢,对于我来说,明年春天这个枝是不是冻死了,不知道 对吧,但万一不太耐寒,或者冷风吹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它可能会被冻死 而我现在做千叉呢,给它一条活路 这是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或者稍微早一点,我师傅给我千叉的 不错吧,去年千叉长得差不多有一米,将近一米高,三尺高 我怎么做呢,我就是从这 减的位置哈,因为如果我不做千叉,现在我不做千叉 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也需要很减 来促使它长新枝开新花 否则的话,这个枝上来啊,有点太细了 上面开花的机会不多 是不是,所以明年春天修剪,那跟现在修剪也差不多 为什么要拖到现在啊,我看一下天气一报啊 多伦多今年是暖秋,非常明显暖秋 但是未来两星期,可能土壤就要开始上冻了 我就是等到,拖拖拖,等等等 今年让我等得好辛苦啊 等到现在,终于土壤快上冻 上冻之前,我做千叉 因为我上冻土壤,我土壤不能上冻了,我再千叉,对吧 好,就在这儿 差不多离地面一尺高 实际上看它粗细吧 我不懂啊,新手嘛 都给它剪个差不多高度 那个,这是好几颗啊,好几只 它给我做千叉的时候,居然都活了 居然都活,当然了,人家是高手 专业操作,然后上面还套了一个透明的罩子 医院店有卖的 对它明年的计划是把它大部分都挖出来 也许全都挖出来重新种 在这儿留一颗,其他地方种 不同地方种 看看它的表现 它现在休眠了吗 我估计够呛,还没休眠 你看还有新眼子在长 等不及了,对不对 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做过一次千叉 就是它开完第一波花,居然开花了 开了第一波花以后 做过千叉 它的成活率 跟品种有很大关系 生根的容易难易程度 和品种有很大很大关系 我的经验的那个时候应该是最 不是经验啊,我的知识 我觉得在七月份千叉 第一波开花后千叉是最容易生根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是它对于我来说 生根率比较其他的 可能也就是平均 平均值 不是最容易生根的 有的差下去 不管 那百分之百成功 有几颗 有几个品种 它的成功率可能 百分之六十 五十 秋季或者是冬 初冬 做千叉 往往都是建议找那个 它叫hardwood 有三种木的 有三种木之画 hardwood semihardwood softwood softwood 上面找的新枝 就是在夏季千叉的时候 喜欢找softwood 不能太嫩 像这个可以了 芒枝 这也会表示怀疑 这是个芒枝 它不开花 很多人把芒枝都剪了 我就留着千叉 上面摸了一下 softwood会非常软木 这中间这一块 可能就是semihardwood 下面是hardwood 你hardwood也得找今年的 不能找那个灰色的 变成老木头不行 还是得绿色 当年新长的木头 它的活性最强 生根能力最强 说到这又想起来一点 老王提醒我 老王啊 老王花园的老王 提醒我把这个刺掰掉 如果底下有刺 这刺不多 把刺掰掉的话 那个掰掉那个伤口 也会容易生根 相对的啊 月季玫瑰苗圃 Nusory都喜欢用生根粉 对吧 这是很流行的 但是我试过 哎 我今天好像就是今年夏天试过 用没用生根粉 对它的成活率 对我来说没影响 也许我的生根粉 已经过期了 已经没有活性了 生根粉就是hormon 如听hormon 荷尔蒙 那时候你听荷尔蒙 肯定是有活性的啊 没有活性的没用 就是可以当作安慰剂 这些叶子夏天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啊 你插下去以后 它能进行光合作用 然后自己它是给它传输 葡萄糖 对吧 生根有帮助 把叶子全去掉 是全去掉还是留一部分呢 啊 做个对比实验 对比吧 因为按照专家 我听的都说哈 专家都说 冬天这个时候 做千叉的时候 都是要去掉叶子 我试试 留一部分叶子 去叶子是一个 不需要思考的工作 其实其实 其实去叶子啊 去叶子同时也会胡思漫想 你说是不是 剪刀差不多20厘米长 有的人说哈 这个枝根越长 它能量越多 有道理 但是呢 它也会消耗 也会消耗更多 通常建议好像20厘米 至少有三个节 这不止三个节 有五六个节 节点 而在节点生根的可能性最高 因为节点的荷尔蒙 它有生长荷尔蒙 各种各样荷尔蒙啊 它的荷尔蒙最密集 因为长叶子啊 发芽点 芽点的荷尔蒙最密集 所以节点生根的可能性最高 剪完了 和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 你看这个是光盖啊 这是hardwood 下面的硬木 这老木头对吧 相对老 老木头上的叶子 要么是生病了 要么就没叶子了 而新木头呢 叶子稍微 softwood呢 叶子稍微多一点 就稍微留一点 这个要经过漫长的几个月啊 四五个月在我的地下室冷藏室 哎我刚才说了吗 要在我的地下室冷藏室过冬 不是太冷 你说在院子里过冬行吗 也行 我觉得你稍微保护点落叶什么的 保护一下 其实我去年堆肥啊 堆辅业 辅业当中就掺杂子一些 就这种枝杆 剪下来的月季 玫瑰的枝条 春天还是绿油油 还是这么绿油油的 我就插在土里头 就活了 就活了 盆栽土 你看这个是perlite 相对较多的盆栽土 perlite中文叫珍珠岩 你看透气 好 保水强 又透气又保水 插到底 插到底踏实的吧 有着落 因为我这剪的也比较长 它生根的时候呢 应该理论上说啊 我或者我观察呢 越靠近下面节点 你看它都有节点啊 越靠近下面的节点 越容易生根 它怎么知道哪个是上下呀 你知道它是怎么知道 是哪个是上下吧 地球引力呀 所以如果鸟儿把它反过来中 掉下来 从底下插进去 会是什么结果 科学实验 我觉得还是最底 还是最底下 圣根 所以不是地球引力 对 想一想 想了一圈 自言自语 说出来 这就是没事啊 干活没事 就是胡思乱想 想那下去 而且不仅仅想啊 一定要说出来 嘴巴里的念念叨叨 念念叨叨 我已经养上这习惯了 念念叨叨 我不拍视频也念叨 邻居看了 是干嘛呢 跟谁说话呢 大部分都有点叶子 它知道上下 对吧 它是毛底学校 它完全是按照地球引力 来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要贴标签 因为我今天准备 签插不同的品种 贴标签 否则的话 肯定忘了 光看叶子 看不出来 你只有带到开 等等开花 才知道它什么品种 现在先不把它放到我的花椒 酒椒 菜椒 先放在户外 我也先不给它浇水 为什么 过两天还会下大雨 多伦多秋天的雨水多 今年虽然下雨的时间比较晚啊 但是呢 也下雨 细的哗啦 细的哗啦 我给它放在这 让它接雨水 雨下的相当大 放这吧 跟着其他的在一起 这是 这是大概两个月前前揭插的 等到土壤一上洞 我估计下周周末 一周以后 土壤就会上洞 一上洞 我就搬到地下室冷藏室 我地下室冷藏室 去年的最低温度是零上四摄氏度 现在的温度是零上十二摄氏度 给你一个参考 我也是头一次在地下室冷藏室过洞 不知道它睡的是不是安稳 不知道温度是不是够低 实在是说到这 想想浇点水吧 两天以后才下雨呢 对吧 浇点水 又想起来了 老王还提醒 在黑暗当中 无论是车库 还是工具房 晒的 还是地下室 冷藏室 这样漫长的冬天 潮乎乎的过冬 有个很大的问题 容易黑杆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我想 先不喷药的情况下 看看它状况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黑杆也有很多因素啊 包括品种啊 包括土壤结构啊 包括温度啊 包括空气的流动啊 各个方面很多影响 我想先 我还没做好准备喷药的 我先看看它这边 算是裸奔吗 不算裸奔 在黑暗当中休眠 你看其他的 都是带着叶子 牵插的叶子 你看这都掉光了 这还有不少叶子 也快掉了 这自然 这两个月前啊 两个半月前 牵插的 而它呢 在黑暗当中 如果是马上进入休眠 它的叶子会保持 你信不信 明年春天拿出来的时候 还是绿油油的 进入休眠了 就不生长 这是在生长 生长的时候 它才知道 我要盖掉叶子了 它如果夸插一下进入休眠 它还没想 要不要掉叶子啊 睡着了 那就明年还是它